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开了一个直播 跟观众互动了一下 然后有一些人说 他的妈妈最常在家里出现的表情是 开心 也太棒了吧 尤其是在他写功课或者看出的时候 但是更多的人说 他的妈妈最常出现的表情是 厌烦 还有 生气 妈妈最常出现厌烦跟生气 因为他说他跟哥哥姐姐在吵架的时候 妈妈就会生气 但是生气这个情绪真的有这么简单 这么单纯吗 来来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一份报告呢 是来自YES123求职网的调查 他调查了职场妈妈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来 职场妈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家里也要兼顾 同时他也有工作也要兼顾 所以说光听起来就很辛苦 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他觉得最辛苦的第一名是什么 就是下班后还要做家事 上班都已经超过八小时了 还要做家事那当然辛苦了 来第二名就是缺乏陪伴小孩的时间 第三名是缺乏自己的时间 甚至还有多达五成以上的职场妈妈说 一年365天下来 没有一天觉得自己真正休息 什么 没有一天耶 那压力也太大了吧 压力这么大常常会出现的情绪就是 一 好烦恼 厌烦 二 紧张 三 焦虑 这个时候我们小朋友在有一点点不乖的时候 就会出现第四种情绪 那就是 哗 生气了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 当你回到家里之后 然后妈妈一开门 你看见她的脸是这样 好累的表情 或者是 好烦恼的表情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 不要去吵她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躲在房间里面 把自己该做的事情 全部都做好 做到以上两届 那你就是一个很懂得体谅别人的孩子 咻 真大 已经七点了 我要赶快来准备晚餐了 妈妈 等一下 妈妈 你终于回来了 我好无聊 你配合玩车车好不好 这台借你 这... 等一下再玩 我要去煮饭 我待会要洗衣服 我要准备你明天上课的东西 那你先去洗澡 妈妈 等一下啦 譬如玩一下下就好了啦 我等你那么久了 快点 这台借你 不行啦 我要去煮饭了啦 我已经讲过七点了 你赶快先去洗澡 妈妈 等一下再洗啦 你不如玩一下下好不好 小恐龙 你要我怎么讲你才会听话 一下下就好了嘛 你到底要妈妈讲几次啊 你才听得懂 我要去煮饭了 小恐龙 那就是在妈妈回家的时候 发生的事啊 对啊 那我就要问了 小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那一天妈妈呢 有怎样的心情 发现到的人 要告诉我的 好 陈俊 好 陈俊拿我旁边 因为妈妈一开始回来的时候 很忙 要先去煮饭 然后再来帮洗衣服 然后再来帮小恐龙准备 明天要上学的东西 可是小恐龙一直 叫妈妈先来陪她玩 可是妈妈事情有很多没有做完 所以妈妈就烦了起来 对 觉得妈妈有厌烦这个心情的 小朋友打圈 好 来 告诉我 那你觉得妈妈是怎么样的情绪 你觉得妈妈很紧张 为什么 因为她一回来就好像说要赶快 一定要赶快进去厨房煮饭 做一些事 然后就好像瞒着小恐龙什么事情的 瞒着小恐龙什么事 所以紧张得不得了 不晓得有没有瞒着小恐龙什么事啊 但是觉得妈妈有紧张的人打圈 有的人有觉得 有的人不觉得 是5 6 7 8 9 9 9个人有觉得 好 好 先坐下 那就要问妈妈了喔 来 余玉妈妈 燕凡最强烈 怎么说 对 因为一直... 等於說必须一直在 重复的一直做说明 我们彼此两个要去做什么事情 一直重复的说 她也有她要做的事 妳也有妳要做的事 可是又要讲好几遍 對 要讲好几遍 燕凡第一名 谢谢余玉妈妈 那怡凤媽媽 是紧张啊 怎么说 因為剛下班 上了一天班很累了 那妳剛下班回到家 怕小孩肚子餓 家室友还没坐 所以心情上 應該是比较焦虑的 那可是小朋友可能不理解 他又急著 要妈妈陪 所以妈妈那個情绪 會換不过来 紧张最强烈 對... 老師 所以当时妈妈 那麼多复杂的情绪裡面 前三名到底是什麼 好 我們會看到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碰到一件事情的時候 情绪都可能 從頭到尾會有一些變化 那我覺得剛剛俊昊呢 非常非常的棒 他有發現媽媽一開始 其實真的是叫做緊張 但是我們剛剛 俊昊提出來說緊張的時候 妳有沒有發現 多數的孩子不覺得 不覺得啊 為什麼 因為這很單純是 媽媽的自己的情緒狀態 還沒有對孩子發出來 對 所以孩子比較不容易感覺到 可是剛剛我們看到 那是大部分的大人 一回家的時候 很大的一個情緒 好 當不愉快的事情 一而再 再而三的發生 一直講... 那這個因為是對著孩子發出來 所以孩子馬上就有感覺了 剛剛是不是第一位 出來講的就是什麼 厭煩 好 那但是接著呢 你會發現喔 媽媽一再的說 小恐龍還是沒有掌握到說 原來媽媽很急 對不對 最後媽媽她想要去煮飯這件事情 一直被阻擋 她最後就會生氣 就進入第三個 繼續生氣 是的 其實呢 爸爸媽媽當然有很多時候 他們有壓力 有事情在忙 只要願意先照顧一下 孩子想要跟你說話的那個心情喔 你只要多一句話 我看得出來 你今天很得意 我看得出來 你好多事想跟媽媽說 你光是多講這一句話 你知道孩子那個 急著想跟你說的心 他心就被安慰到了 然後接著下來你才說 還有一個第二個 很重要的要訣 很多媽媽都會跟小孩說什麼 你等一下 對 你等一下 那個等一下到底要等多久 他就覺得我一下已經等過了 對 對不對 所以其實比較好的是 你可以告訴他說 媽媽大概還要20分鐘 20分鐘後 我就可以好好聽你說 今天發生的事情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安慰到孩子的心 那第二個是你給的訊息 叫做非常的什麼 明確 所以孩子也知道他要等多久 他心就不會一直宣在那裡 不過啊 要去觀察到父母的情緒啊 你可能要先知道 父母最期望你注意到的情緒 有哪些呢 看看我們的排行榜 下班後 爸媽希望被察覺的心情 有開心 緊張 生氣 難過 怨煩 馬上來聽聽看 現場媽媽們的想法吧 我自己會覺得是怨煩 對 為什麼 因為上了一天班 那下班回家的時候 其實對媽媽來講 可能媽媽需要有一個放空的時間 尤其有時候 上班的生活其實蠻緊張的 那那個壓力回到家裡 還沒辦法立刻紓解掉 那那個角色可能也還沒 沒有辦法立刻換掉 那所以回到家 馬上又要投入到 也許是整理家事 做家事 然後要看小朋友作業等等 所以那個當中 自己放空那一塊 可能來不及的時候 就不耐煩就會出來 因為自己還沒有 喘口氣的時間 那如果小朋友這時候不能理解 他可能有些事 但是一直來爐的時候 就可能容易生氣 好 那我就要問來 怡鳳媽咪的小孩是誰 因為大時候我媽媽回來 大部分我都在彈琴嘛 對 然後就比較沒有辦法 去注意她的心情 你在音樂世界裡面 不知道媽媽現在是什麼狀況 那等到你從音樂世界 一出來的時候 媽媽是什麼狀況 應該就... 因為我媽媽回來那個時候 應該可以上去 好 那就再問來 蘇珠媽咪 您是最希望哪個情緒被覺察 生氣 說說看 當我在生氣的時候 我不希望我的情緒 會影響到小孩子 對 所以我希望她能夠知道 我正在生氣 她不要靠近我 只是這樣子而已 蘇珠媽咪的小孩是誰 媽媽在生氣的時候 妳有發現過嗎 還是已經去 原來媽媽已經在生氣了 有啊 是怎樣 就是媽媽會... 就是... 有兒子有皺眉頭 看著我不耐煩 妳就知道她已經在生氣了 那妳有觀察嗎 還是妳也是靠運氣過的 靠運氣 肯定也是靠運氣 老師 不要再讓我們當那種 靠運氣的小孩了 是 我跟妳講 其實現在小朋友都知道對不對 早上要出門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先看什麼 天氣預報 所以在這裡就是要呼籲 爸爸媽媽要懂得做天氣預報 那小孩要記得看這個心情的天氣預報 那就不用靠天吃飯 靠天過日子了 對 那要怎麼樣才能夠讓我們理解 接下來馬上進行我們下一個遊戲 腦筋轉一轉 一起玩遊戲 情緒對對碰 媽媽下班回家 最常出現開心、緊張、生氣、難過、厭煩 這五種情緒中的哪一種呢 請小朋友和媽媽同時舉牌 考驗一下兩個人的默契吧 請問媽媽媽回家的時候最常出現的是哪一種情緒 好 找到情緒之後 請舉牌 請問媽媽 您舉的牌子為什麼是緊張 說看 因為大部分的時候就會覺得有很多事情 健展要趕快做好 然後要早一點睡覺 對 那所以我會很緊張 會希望趕快把事情做完 那健展你為什麼知道媽媽 最常有情緒就是緊張 因為她常常需要去趕去上課 所以我回家的時候 她也要處理那個上課的時候 一些資料之類的 所以她常常就很緊張 是她表情很緊張還是怎麼樣 還是妳知道她時程很緊張 我知道她時程很緊張 那她們兩個就是很有默契喔 掌聲鼓勵 好 請坐下 請問媽媽回家最常出現的情緒 是哪一個 請舉牌 請問媽媽為什麼舉緊張 因為每天下班回家 要趕著煮飯要送給小朋友晚餐 對 然後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會覺得很緊張 可是 時間不夠用 時間不夠用 那邵逸為什麼舉開心 因為媽媽回去的時候 就已經下班了嘛 然後她趕快做完事情 又可以玩她的東西 然後看她的電視 所以開心 你替她覺得她做完這些事以後 就會覺得開心 那她在做這些事的時候 情緒是什麼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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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的這舉開心 是不是你很希望她 趕快進入開心的情緒 好 我了解了 我們一樣給他們兩位掌聲 好 請坐下 老師 玩這個遊戲 有一種很有趣的感覺在裡面 是 你會發現喔 如果親子之間對對碰 完全對了 你就知道他們彼此的 互相的理解 其實是非常暢通的 但是呢 像剛剛我們第二對的母子呢 不代表他們彼此不相愛 不代表他們彼此不互相理解 但是你會發現呢 孩子他其實在表達的 不是他感受到媽媽當時的情緒 而是他很希望媽媽回家 都是開心的 然後當然還有第二個可能性喔 因為我們看到的 媽媽有可能其實你是很緊張 但是我看到這位媽媽很可能 她很習慣其實是笑臉 如果你經常就是長寶微笑 但是其實你內心已經很緊張了 我們就在說你的表情 跟你的情緒真實的狀態 其實有點落差 那孩子比較會從你的表情去判斷 他沒辦法從你前後很多的動作 一直在忙碌這樣子來判斷 到底我們要怎麼察覺爸媽的心情 避免被爸媽的情緒颱風波及呢 請老師教教我們吧 第一個是語言啊 老師 對 譬如說 如果今天媽媽講話很急 還是她講話比較慢 媽媽今天講話比較大聲 還是比較小聲 會不會有變化 小孩你們有沒有在想 媽媽說話的時候聲音的大小 有時候很大聲 有沒有有時候比較小聲 有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些就是線索了 通常如果媽媽很急的時候 她講話會比較快還是比較慢呢 快 會比較大聲還是比較小聲 大聲 對啦 所以你們就已經很清楚了 大聲 然後加上很快 通常就代表媽媽背後的情緒是什麼 生氣 生氣 著急 對 都是 還有緊張嘛 對 第二個是肢體 從表情跟動作看 老師 對 所以呢 剛剛其實小恐龍 小恐龍回憶一下 媽媽剛進來的時候 然後臉部的那個皮膚 是不是比較平滑的 那第二次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它哪裡有變化 多了一些皺褶 對了 特別是哪個地方會有皺紋 它不會老那麼快啊 這裡 對了 眉毛皺起來了 對 對不對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 媽媽的動作有什麼差別嗎 跟平常 跟放鬆的時候有沒有不一樣 有耶 怎麼樣的差別 感覺好像有一點點 就是很急... 蓄勢待發 對 你有沒有發現 它整個身體是往廚房的方向 對 這些都是很棒的線索 第三個要看狀況是什麼啊 老師 好 狀況就是指今天 譬如說剛剛其實有小朋友提到說 他知道媽媽特別 譬如說禮拜二 除了下班回來 招呼家裡的人之外 做完家事 照顧你之外 他還有課要上 對 所以你可能就知道 爸爸媽媽可能平常是禮拜幾 事情會比較多 或者你看到的 剛剛媽媽一進來 是不是現在講電話 對 小恐龍 你有沒有發現 有... 所以想起來有喔 你現在想起來 你剛剛都只有注意你的車車 對不對 對 我現在... 對 她當時在講電話 對 她當時在講電話 對不對 然後馬上放下去要往裡面衝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她 一直在接電話 你就會知道媽媽今天一定 有國外很多事情要處理了 就是如果說我現在可能已經 越來越看得懂媽媽的 天氣預報的時候 那我一回家啊 發現媽媽正在生氣 然後呢 我又要給她簽數學考卷 再然後呢 我考得不是很好的話 慘啊 那應該怎麼辦 要怎麼辦呢 就讓我們來進行行動輪盤 離開 說說看 我會先離開然後... 然後等到媽媽心情好一點的時候 再告訴她 然後跟她說對不起 所以這段時間 妳會觀察媽媽的狀況 不錯喔 自己來觀察氣象狀態 好 我知道了 請坐下 還有誰 有不同的想法 好 凱妮 道歉 好 請說看 為什麼要道歉 讓她的氣消一點 然後再拿考卷給她簽 媽媽 I'm sorry 我這個很嚴重的事情 要跟妳道歉 然後再拿考卷拿出來 對 不知道媽媽覺得有沒有用 媽媽有沒有覺得如何 覺得OK的打拳 覺得不行 妳還是會爆炸的 打拳 你看 媽媽都打拳了 真的耶 好...妳先坐下 好 我再看 還有誰 好 君豪... 做約定 說看 就是因為如果我們要考試之前 老師都一定會告訴我們 就是例如我們下禮拜 就要考月考了 然後可以在前一天 先跟媽媽說 如果我沒考好的話 要怎麼辦 就先問... 就先跟媽媽討論說 如果沒考好 要有什麼的處罰 那... 那妳那一天一回去的時候 因為已經討論過了 所以就... 比較安心 對 媽媽說請妳為家人洗碗 洗一個禮拜 妳就自己先跑去洗碗 對 那媽媽就知道 妳已經在反省了 是不是 對 好特別的一招喔 媽媽覺得如何 看到她在洗碗妳就知道 考得不大好 這樣妳會平靜一點的打拳 可以耶 好 我們一樣 給君豪掌聲鼓勵 很難耶 老師 是 已經看到說 即將火山爆發 可是又拿著一個 要去簽名的考卷 所以剛剛其實 三個小朋友的回答都非常好 第一個呢 其實第一時間 真的最好是先離開 為什麼 離開呢 要稍微觀測一下這個天氣嘛 對不對 那但是如果媽媽 妳看到她有比較放鬆了 氣有比較消的時候 其實剛剛兩個小朋友的做法都很好 叫做道歉 對 然後做約定 甚至如果是已經做約定 我覺得那個 俊皓非常厲害 因為媽媽如果直接看到那個考卷 其實真的很難忍住 會爆炸 可是如果是看到她在洗碗 這個也代表可能是 大概是70分 但是這樣的方式是比較間接的 是 所以我們講不會在火上直接怎麼樣 加油 所以為什麼有效 但是呢另外呢 還有一招我其實要建議小朋友 如果碰到這種狀況 其實我覺得可以求助 什麼叫做求助 如果家裡有另外一個人 知道媽媽今天真的狀況比較不好 心情很不好 那麼有人出來幫忙一下 對不對 不管是這個人來幫忙這個蓋章 這個考卷我來蓋章 爸爸來負責蓋章 或者是阿公出來幫忙一下 或者是阿嬤說 來…女兒妳先去休息一下 諸如此類的 妳就可以尋求另外一個人來幫忙 那甚至呢媽媽這時候 也許需要有人幫忙分擔家務 甚至有人安慰她一下 她其實狀況就會好很多了 妳等一下就可以拿出來給她簽了 是喔 我們真的很希望每個小朋友 都能夠仔細觀察 爸爸媽媽回家的時候的氣象狀態喔 然後妳就可以想好 妳可以採取的行動 那我們也希望爸爸媽媽 多做一點氣象預報 讓我們兩邊呢慢慢練習 互相了解 那我想我們家裡就會笑聲滿堂了 各位朋友們 我們現在來玩一個看表情 猜情緒的遊戲吧 來 我有三題 首先 看這裡 第一題 這一位小男孩 他的情緒是什麼呢 給你們一個小小的提示喔 先看他的眉毛 往下彎彎的 再看他的雙眼皮 也往下彎彎的 你們覺得這是什麼情緒呢 一 二 三 公布解答 這是難過的情緒喔 其實事情是這樣的 當一個人難過的時候 就會出現 這樣子的表情有沒有 眉毛往下彎彎 我沒有雙眼皮 但我眼睛也是往下彎彎 嘴巴也是往下彎彎 是不是就像這個小男孩一樣呢 嘿嘿 這就是難過喔 接下來第二題 這位小姐 她這個表情 又是什麼情緒呢 給你一個小提示 先看看 她的眉毛 是這樣子 往上挑眉 眼睛 往上看 這是什麼情緒呢 一 二 三 公布答案 這是得意的情緒 其實啊 當你很得意的時候 你就會出現 眉毛往上調 眼睛往上看 然後嘴巴往上笑 這個表情 這就是得意喔 好 接下來要進到第三題了 看一下 這位可愛的小男孩 她這又是什麼情緒呢 給你一個提示 她的嘴巴笑得像愛心一樣 這應該不用多講了吧 我們直接公布解答嗎 一 二 三 請看 這就是高興的表情 朋友們 你是不是最喜歡高興的情緒呢 當你高興的時候 通常會出現這樣子 眉毛往上彎 然後眼睛往上彎 嘴巴兩腳往上翹 這就是高興的表情喔 各位朋友 透過觀察別人的眉毛 眼睛 鼻子 嘴巴 這五官的變化呢 你就可以成為一個有同理心的人喔 那當一個貼心的孩子 有沒有好處呢 有 第一個好處就是 不容易踩到爸爸媽媽的地雷 第二個好處就是 當爸爸媽媽在生氣的時候啊 你也不容易被他們的情緒給影響到喔 聽起來是不是很棒 對了對了 這個時候如果爸爸媽媽 就在你的身旁的話呢 不妨現在就來跟他們玩一下 看表情 猜情緒的遊戲吧 每個人每一天會發生很多事情 有時候弄不懂 有時候很困惑 還有更多的時候 希望有人來幫我 怎麼做 你把我 我傷了